對此我想說已經會來深圳然後開戰演唱會 因為你剛才北京開過嗎 對,因為我覺得北京是一個標識嘛 是一期可能在拍的 那我第二場選在深圳 我覺得深圳是你來幫我一個代表的 對,所以我覺得第二場選一定要在深圳裡開過 那你就想到這天我就想到 就想到是嗎 那我覺得深圳粉絲給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你進場來深圳然後給我們歌迷唱歌呢 嗯,我覺得還是深圳給我的一種溫暖精彩 什麼溫暖精彩 除了我的家鄉 我來到深圳永遠都出了藝術廠 然後我的朋友們粉絲們 而且在深圳他們最容易相聚了 真的,給深圳的粉絲很大肯定 因為就是說除了自己家當最親近的人 那麼就是我們深圳的粉絲了 所以說你們高興嗎 高興 太瘋狂了,好喜歡你 欸,跟我想問家是不是一樣 那咱們就是來到深圳看 那麼我們有首歌嘛 叫《極客出發》 那麼這次咱們也唱過也是《極客出發》 你覺得還有這種就是孕育想告訴大家 我覺得《極客出發》完全的代表了我這個人的狀態 我覺得每一天我的狀態我都是在一個在弦上的狀態 每一天每一刻 我都覺得我隨時都要出發 我希望自己能夠 這一路我在未來的事業 任何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是一個任何時候 我都非常專業和認真 所以我覺得 這個《極客出發》就是代表我隨時都可以出發 隨時我都在找尋一些新的東西 能夠在創新的東西 沒錯,我覺得 其實《極客出發》我覺得深圳地域特別好 因為深圳是一個年輕人特別多的城市嘛 我覺得很多時候可能我們年輕人迷茫 或者說有挫折的時候 聽《極客出發》 在上一場北京演唱會啊 我覺得已經給大家造成了很多的 覺得什麼樣的評論都有 首先從我的造型上 我覺得就是有很大的爭議的 那在這一次的 這一場的演唱會 我相信也有很多的爭議 我想要帶給大家 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樣的 我不要 我永遠就 好像就這樣站在這兒 漂漂亮亮的 就是在